HELLO 大家好 今天要介绍的游戏叫做《星界之 TAS》 这款游戏呢才在最近进行了更新哦 这是一款由香港动漫游戏研发公司 所挑战的首款手机RPG作品 有没有觉得它的画风啊 就是真的很动漫 跟一般的手机游戏不太一样耶 那这款游戏呢 是主打方便单手操作的单集控制设计 怎么说呢 让我们直接点选右上角这里有一个任务 点入任务之后啊 它有一个普通任务 或是按右边这里进入特别任务 那我们就先玩一般任务就好啦 它的任务呢 就是会有分非常多小关 然后也可以选择游戏玩家当我们的帮手 点选绿色的开始战斗 这款游戏啊 它除了采刚刚提到的单集控制设计之外 也有九格阵型的策略玩法哦 因此面对不同的敌人 我们就要采不同的阵法 比如说在左边这边是我们 然后右边是敌人 那我们要攻击的话呢 就直接按我们的人物 那他就会出去攻击 那可以看到地上有那个蓝色的小猪猪 蓝色小猪猪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人物上面 这里也会有小猪猪的一些符号 那代表的是如果小猪猪的数量集满的话 我们就可以发出特殊的特别攻击 那这些小猪猪就会在游戏打斗过程中 像这样掉下来 那会随机进入每一个人的身体里面 等到数量够的话呢 他们就可以攻击啦 那除了一直冲出去攻击之外 有没有什么可以保护自己的方法呢 当然有 哇我们进入到最后的Boss Battle了 如果要保护自己的话呢 就按住我们的人物 向下拖曳 那向下拖曳之后呢 他的防御率就会提高哦 那你可以选择不要触牌 然后就是停留原地防御 比如说这样子 那他的防御率就会更加高 也是轻易的就打败了我们最后的敌人啦 获得胜利之后呢 当然就可以得到一些相对的报酬 还有一些经验值 这款游戏呢 是在说我们背负着救世的使命 然后我们是一群被称为 新任的勇敢战士 那我们就和刚刚一些游戏的伙伴 展开登上了新界GT的冒险旅程 我们要拯救这个世界 就让我们再看一次刚刚的打斗画面吧 再进行下一场打斗 这款游戏真的单手就能操作耶 因此如果搭车还是什么真的很方便 不然有时候两手都要玩游戏真的很麻烦 那刚刚有提到就是有收集珠珠之后 可以进行强力攻击 要强力攻击的话呢 就按着我们的人快速往上拖曳 那我们就可以进行强力攻击啰 那也可以一次就是按很多人 然后大家就都会一起冲上去打怪 或是一次按一个人等他打完再回来也可以 就看大家自己决定 那刚刚还有提到就是有九格阵型的策略玩法 在于我们可以按着他然后拖曳 然后拖曳之后他就会有一些相对的改变 比如说放到这里啊 那他防御就会加5 放在前面的话呢 就是攻击加5 因此可以看各个玩家要怎么排这些自己的阵型 因此可以说这也是一款策略性的RPG手机游戏啊 哇 又遇到感觉蛮厉害的敌人耶 那我们的底下这一条就是生命值 绿色代表我们这个是木属性 蓝色代表是水属性 那相对的属性呢也会彼此相克 因此可以提高攻击的效率哦 如果对于我们这一款星界GTS有兴趣的玩家 他可以赶快点选右下角的官方下载 作品当中会有超过200名的游戏角色登场哦 等着你赶快下载